Hello大家好,我是Niki,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啊,我终于要来跟你们分享我2017年度爱用彩妆品 就是我的彩妆品大赏门 其实我2016年呢,有出过一个类似的视频啊 但是今天这支视频可能跟去年不太一样 我今年呢,就不会说每一个类别都挑出一到两样产品 因为比如说睫毛膏啊,或者是眼线笔这种东西的话 我去年爱用的跟今年爱用的都差不多 所以呢,我就不想在这边炒冷饭 那么今天要跟你们提到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陪伴了我一整个2017年的 就是那种属于我不知道用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拿他们出来用 或者说是我有很重要的场合要参加的时候 我也会拿他们出来用的这些查理 那今天要说的产品呢,其实还挺多的 因为我不想说每一样类别只挑出一到两样产品 我就想把我这一年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用的东西 全部分享给你们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主题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爱用妆前乳的人啊 所以2017年我也没有觉得有哪个妆前乳是不可代替 非常非常好用的,所以我们就跳过 那么就从粉底液开始说起 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一支妆柜的粉底液 来自Dior的Forever的这款粉底液 我买的色号是010 这支粉底液应该没有出现在我的爱用品里吧 我竟然忘了把它拿出来说了 其实这支粉底液呢,我买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是今年冬天的时候我开始用的 我们冬天比较早呢,前半年的时候是冬天 然后呢,现在夏天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的一款粉底液 冬天的话呢,你用它可能作为一个混牛皮的话 会稍微有一点点干,你要注意一下妆前的保湿 但是夏天我跟你说,这款粉底的持妆力度在我脸上就是好到不行不行搭 有一些粉底的持妆力度好,可能仅限于某一个温度以下 但是如果比如说特别特别热或者特别晒的时候呢 那些粉底就扛不住,可能会出现土石流或者斑驳这种情况 但是这一支粉底呢,基本上是没有让我失望过的 而且呢,它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跟皮肤的贴合度非常好 不会像亚世兰的Double Wear那么的有妆感 它的妆感是比较自然的 当然啦,它的遮瑕力度呢,是属于中等吧 但是你也可以叠加它的遮瑕度 反正这一支粉底也是我今年的一个大爱啊 特别是夏天,我非常非常喜欢推荐给你们 那么第二款要推荐给你们的粉底呢,也是夏天非常适合用的 然后也是我整个夏天一直无限在用的一支粉底 就是来自欧莱亚的这个Infallible 24小时 Matte 我知道欧莱亚的这款粉底出了很多不同的包装 有这一款24小时 Matte 还有那个Total Coverage就是比较高遮瑕度的 还有那种液体状的 我只用过这一个 我觉得这个呢,就非常非常合我的心意 其实这一款已经快用空了 我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买的 今年年初冬天的时候呢 我尝试过用它 如果单独用它的话 确实在我脸上是会比较干的 所以我会搭配一些妆前乳 那么夏天的话,这支真是无敌 我跟你说 其实你要问我这两支哪一支更好用一些 说白了啊,如果要是一个经常化妆 然后你又不想要在化妆品上投资很多钱的话呢 我比较推荐这一款 因为它们上脸的感觉差不太多 只是这一款的妆感呢 会比Dior的这款稍微厚一点 这一款呢,遮瑕力度非常好 它的控油持妆力度也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就是在你脸上基本上属于纹丝不动的 不管是出汗啊,还是出油什么的 在你脸上不会化妆,不会脱妆 也不是说完全不脱妆吧 反正就是脱完妆之后也不难看 就是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我觉得在开价能买到这样子的一款粉底液的话 真的非常值得 我很推荐给油皮和混油皮的同学 在夏天用一下这支粉底,很不错 那说完了两款夏天试用的 我要跟大家说两款 我秋冬天特别爱用的粉底 那第一款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就是来自娇兰的这款清肤粉底液啊 这款粉底液我之前是有空评过的 对,它去年呢也是我的年度爱用的粉底液 那今年它依然是我秋冬天年度最爱用的粉底液 嗯,这个跟以前的包装不太一样啊 以前是这样子的瓶子的 现在变成这种瘦瘦瓶子的了 但是呢,我觉得两个用起来并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我买的色号是02C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冷色调一点的颜色 但是在我脸上呢,还可以吧 不会说太粉 这款粉底其实我不想多说了 因为如果你要是经常看我视频 我已经夸过它很多次了 就是那种清肤 然后很轻薄 嗯,很自然 很实装 不会让你的皮肤出现卡纹卡粉的现象 就是能够让你紧上天花 又能够让你水中送炭的一款粉底啊 这款清肤粉底 我非常推荐混油皮 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真的很不错 那么还要说一个冬天我爱用的开架粉底 就是来自 这款粉底我买的色号是105号色 这个我也在某一支爱用品当中跟大家提过吧 这个超级便宜 好像才10块钱扭闭 50块钱人民币不到吧 哇,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用 它的粉呢,其实也是挺细的 不会说妆面很厚重的感觉 开架的粉底呢,有一些上脸的时候 确实会让你感觉到整个妆面比较重 但是你的皮肤一旦出油 或者是给它一点时间 它就会跟你的皮肤贴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款粉底真的 嗯,我之前记得我夸过它 我说它是CPB的平价代替品 就是CPB的光润亮润那些平价代替品 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 上脸非常的奶油 非常丝滑 然后基本上也可以一直做到一天 不脱妆,不斑驳,不掉粉什么的 反正今天我跟大家推荐的这四款粉底 真的是我今年一整人的大爱啊 希望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接着呢,我们要来说的是遮瑕的部分 2017年我最爱用的一款遮瑕啊 一定就是MAC的这个 Prolone Wear Concealer 长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压缸的 我为什么最喜欢它 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 经常用遮瑕膏的人啊 嗯,很少在眼下做那个 眼下遮瑕或者是眼下体量 然后我脸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遮痘痘什么的 但是我跟你说 今年这一款遮瑕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意外 因为有一些眼下遮瑕或者是眼下体量 你上在眼睛上会有一种粉感 会有一种厚感 你当靠近我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我眼下好像上了一层粉一样 但是这一款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它其实挤出来的时候是会有一点点粘稠的 是有一点点粘稠度的 不是说非常非常的水润的那一种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当你把它画在眼睛下面之后 你用beauty blender拍开 基本上你是找不到它的 就是跟你的皮肤贴得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那个遮瑕力度也非常的好 不管你定不定妆 它的那个整个持久度一天都没有问题啊 包括遮痘痘啊,遮痘硬什么的都非常好 所以你看 这支我真的已经用了很多了 我一个不太爱用遮瑕的人都用了这么多了 可见这支有多好用 当然我这支比较推荐给皮肤稍微有一点的朋友嘛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这支会比较干 好,接下来呢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2017年最爱用的两款定妆散粉 那么首先呢 跟大家说一个开架的 这个开架的其实也是个老朋友了 你们应该都知道 就是来自Remo的这个 Translucent Powder 对,这款我买的色号是001号 就是透明色的 这一款你可以看见吗 星星已经被我挖出来了一个小铁皮了 在这儿 哦,说明我真的非常经常使用它 怎么说呢 这一款就是一个让我觉得不会出错的定妆散粉 特别是在夏天啊 它的控油力度对我来说刚刚好 因为我现在的皮肤没有像以前那么油了 所以呢,我可能不需要用到Makeup Forever这种 那么控油力强大的散粉饼 那么我就单独就用它每次就拿个扫啊扫啊扫 然后往脸上按压一下 其实说白了 这一款的粉不是很细 上在脸上呢 会有一定的妆感 那如果你是追求那种粉非常非常细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款不是很适合你 但是你要是跟我一样 不在乎妆感多厚 只希望它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定妆和控油的效果的话呢 然后又价格便宜的话呢 这一款真的是一个不可错过的产品啊 非常非常好用 那么第二个呢 我要跟你们说的是一个专柜的散粉 就是来自It Cosmetics的这个 Bye Bye Poreless的Translucent散粉 这一款散粉 我之前在某一支爱用品也跟你们说过 我跟你们讲 今年下半年 我基本上就是用它跟Rimbo的这两个散粉定妆的 它怎么个好用法呢 其实我之前是很难形容说 一个散粉有什么好用的 无非就是比如说像Makeup Forever这种比较控油啊 我能说它很控油 那么一般的散粉其实都差不太多 但是这一款呢 不一样 首先啊 我给你们看啊 它是小小一盒的 就非常适合带出去旅游 它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对 一般来说呢 我是不会用这个粉铺的 我就直接拿刷子这样子扫啊扫 然后直接就拍在脸上了 这款散粉上脸呢 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但是 它可以让你整个妆感 有一种毛茸茸雾雾的感觉 同时能够帮助你有一定缩小毛孔的那种就是视觉的感受啊 就是视觉上缩小毛孔嘛 对 你整个妆片就会觉得特别的干净 特别的无瑕 然后又有一种陶瓷机的感觉 它不会影响你底妆的一个光泽 那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喜欢用光泽粉底的话 你用它那个光泽度还是能够看得见的 所以这一款三本我觉得价格也很便宜 它还有一个是那一种粉饼状的 到时候呢我会考虑把那个粉饼状的也买回来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啊 非常非常的好用 你说它的控油力度吧 其实就一般 它的控油力度绝对没有Remo那么好 但是就凭它那个定妆的妆感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说完了底妆产品呢 我们来说一下2017年我最爱用的一款眉布产品 其实这个 这个眉布产品 如果你看过我上一个铁皮计划的话 你应该不陌生 就是来自Anastasia的这一款眉胶 我买的色号是TOW 这款眉胶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我已经基本上是用空了的 2017年呢 我一直不停的在用这款眉胶 其实不单是因为我要把它铁皮 完成我的铁皮计划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还真的挺喜欢它的 如果要是我不喜欢它的话 我怎么样都不会把它用空的嘛 对吧 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适中的 画起来就是有一种很利落的感觉 我觉得它跟一般的眉笔不太一样 有些眉笔的话 它没有办法画出根根分明 很清晰的感觉 但是眉胶就可以做得到 它可以把你的这个眉毛的边缘 都勾勒得非常的漂亮 无论你是画平眉挑眉什么的 我都觉得非常适合 而且它的持久度挺不错的 基本上是要比眉笔的持久度 来的好很多 对 因为我同样用过 Anastasia的那款眉笔 我觉得这个持久度 要好非常非常的多 一天下来的话呢 你的眉吻可能会掉一点 不至于说没有眉毛了 对 反正这款产品 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我现在对眉胶的好感度 是比较高的 好了 终于到了很多人期待的 2017年度 最喜欢的眼影盘分享 其实2017年呢 我买了很多眼影盘 比如说像 Natasha Denona的Sunset 还有 Colourpop的SHE 还有那个 Yes Please 这么多眼影盘 今年看很多 YouTuber推荐的最喜欢的眼影盘 都是Huda Beauty的那一款 其实Huda Beauty的那一款呢 我之前是没什么好感的 但是因为太多人推了 所以呢 我前两天下单了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收到 但是就那个配色来说吧 我个人觉得 可能平时使用它的概率 不会太多 因为我觉得画眼影啊 比如说你跟我一样 大家都是平时出门 上班上学的 你不可能真的画一个 非常夸张的眼影 对不对 所以2017年 我最经常使用到的 两盘眼影 一盘就是来自 Morffy的35O 另外一盘呢 是来自 Morffy的35A 对 35O这一款 就是非常火辣 应该都知道吧 我其实真的是觉得 Morffy的眼影 又实用又好看 一盘在手 天下无敌 你要画任何眼妆 都可以 比如说你今天心情好 想画一个橘色的 那这边可以满足你 如果你心情不好 或者是 想画一个烟熏妆的话 那这边的颜色 也是可以满足你的 这是35O这一盘 那么35A呢 相对来说 就更适合一些 日常的上班族 因为它整个颜色 都是偏大地色的 对 整个颜色 都是偏大地色系列的 这边的两个 三排呢 全部都是珠光 然后这边呢 基本上是哑光的 无论是深浅的咖啡色 包括一些棕色啊 还有一些打底色 眼窝色 一盘全部搞定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粉质啊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显色 晕染 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想画眼影的话 又不想买太贵的眼影盘 这两盘真的是值得收的 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橘色调的话呢 我个人建议可以买这个35O 如果你觉得平时画那种 大地色眼妆多一点的话呢 那35A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买吧 对不对 那么今年我还要说一个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呢 是我今年如果想要画那种 比较温柔紫色系 或者是美紫色系的眼影的话呢 我就会选择这一盘 这是来自Mac的这个眼影盘 对 我会把具体的名字打在下方 其实你们从视频当中 可以看出来 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温柔 又低调的 一般其实这种紫色啊 美紫色的眼影 不是很好画 一个不小心 你就容易画成那种家暴 但是这一盘不会 它这边 这边这个打底色和这个打底色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有的时候你懒得画很浓的妆 你单单用这两个打底色 打一个底 就可以出门了 真的非常漂亮 能够显得你的眼状很温柔 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些 比较带有种 稍微珠光一点的颜色 你看 显色度也很好 包括这种雾面的深色 可以做一个眼尾的加深色 还有这种黑色啊什么的 基本上呢 一盘眼影你所需要用到的颜色 它都有 而且我觉得这一小小盘 非常适合带出去旅游啊 又不重 MAC的眼影 其实火了这么多年 还是有道理的 所以呢 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是喜欢的一种粉棕色 或者是紫调的眼影盘的话 那不妨去尝试一下 MAC的这一盘 接着我要来跟你们说 我今年最爱用的腮红 我选出了三个 首先第一个 是一个非常评价的腮红 来自Colourpop 对 色号是Gatlet 橘色调的腮红色 我今年啊非常喜欢这种橘色的腮红 会让你的整个脸 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都非常元气 然后非常有朝气的感觉 持久度什么也都很不错 跟皮肤的融合度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这款腮红膏的质地呢 就是比较糯软型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 是不是特别可爱 有点橘橘 又有点粉粉 又有点珊瑚的颜色 这个上脸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 你看我已经基本上 把它挖出了一个坑了 一般来说呢 这种膏状的腮红 我就会拿Beauty Blender 那个屁股啊 去这样沾一沾它 然后在脸上这样拍一拍 如果说是颜色太重的话呢 就会拿粉底再压一压 反正就是很好控制用量 很好用啊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如果说Colourpop的腮红膏里面 只能让我选一块的话呢 我肯定会选择这一块 那么第二个要跟你们说的腮红呢 可能有些人已经猜到了 就是来自NARS的这一块啊 NARS的这一块叫做 生猴的腮红 对 这一块其实真的是很意外啊 我当初买的是那个 Sexy Appeal和这个生猴 我一起买的 其实我本身呢 我觉得我会喜欢 Sexy Appeal更多一些 那个颜色就是 有一点性的颜色 但是我实际上用了之后呢 我发现这一款更漂亮 其实这一款呢 它比较不挑妆容 像那个Sexy Appeal 因为它的颜色是 三文鱼色 所以呢 如果你要是化那种 烟熏妆啊什么 可能就不太适合 但是这一块 无论你化什么妆容 搭配什么样的唇膏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粉粉 有一点点橘橘的颜色 大部分呢 都还是粉调的 上脸呢 非常的显嫩啊 不会说春 有一些粉红色 你上脸会觉得很春 但是这一块是绝对绝对不会的 无论是黄皮还是白皮 我觉得用它都非常的好看 很提气色 然后有一种很温暖 很温柔的感觉 那么还要跟你们说一个腮红 就是来自Vizy Art的这一盘 这一盘名字是02号的 Rose Coral 这一盘颜色 我不知道你们啊 我自己是觉得很实用 像我这种彩妆二号者 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颜色 我都很喜欢 都觉得很实用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着重提的呢 是它其中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也是偏有那种三文鱼色 然后呢 带有一点点橘调的三文鱼色 在这儿 对 这个颜色呢 跟Gate Light比较类似 但是这个颜色呢 相对来说是更偏橘一点 我跟你们说 上脸太好看了 没有办法更好看 我有一段时间天天擦这个腮红 你就会觉得 哇自己就是 日本漫画的女主角 好不好 但是呢 也不会太夸张 这个腮红呢 它其实比较显色啊 相对于刚刚NARS 跟那个ColorPub来说 这款是比较显色的 但是呢 很好晕开 它手上这样 晕啊晕晕晕 你们看 这个颜色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的妈 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 有些人说啊 那你就推荐这 一个腮红盘里面 就一个颜色 那别的颜色怎么办 其实说老实话 别的颜色都是非常实用的 比如说这种粉色调 就是有一些女孩 喜欢这种粉色感的腮红 你看它可以做到 比较粉嫩 或者是这种 相对来说 眉红一点点的啊 或者是颜色 更加饱和一点的 这种眉红色 包括这个红色啊 这个红色其实也很好看 你看 虽然它上脸这样子 就是很显色 但是你把它晕开之后 它会有那种 怎么说 害羞的那种 皮肤里透出来的那种红色啊 对 你只要下手 不要像我这么重就行了 还有这一块 有点像西瓜红的颜色 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所以 我觉得VZR的这个腮红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某一个爱用品 也跟大家推荐过 我还有另外一盘 但是相对来说呢 我更喜欢这一盘多一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喜欢 每天画不同腮红的话呢 不妨去尝试一下这一款 粉质持久度 都没得说 没有得说 嗯 好啦 终于到了2017年 我最爱用的 高光产品的部分了 大家知道 我2017年呢 买了很多的高光 那个时候 我给大家做过一个 我所有手上高光的一个对比 分析 那些视频的链接呢 我会链接在info box里面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 记得点进去看 那支视频呢 我介绍了非常多的高光 有十几块高光吧 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问我 这么多高光里 你最喜欢哪一个 其实那个时候 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每一块高光 都是我新买的 都是我的心头好 就是没有办法说 体会出哪一个更好 但是经过这半年的时间呢 我终于发现了两块 是如果你非要让我 从这些高光里挑的话 我一定就是会选这两块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Dior的这一块 买的四号是02号 002号 因为我一直买不到001 002呢 它是一个比较偏粉调的 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上面这个本来有Dior的字 都被我磨没了 我跟你们手上画一下 这个闪度巨漂亮 巨漂亮巨漂亮 这个高光特别适合 搭配那种粉红色系的腮红 哇 会觉得你整个的苹果肌 蓬蓬的太可爱了 而且呢 它粉非常的细 你上脸跟皮肤的融合度 非常非常的好 它并不算是一块 不高调的高光 有一些人 有一些学生党 如果你喜欢那种 不是很高调的话呢 我个人推荐你去买 Benefit的那一块 跟这个颜色比较类似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是喜欢那种波光零零 然后别人一看见 你就会觉得 哇 你的皮肤好水嫩的话 这一块真的不会错的 狂喜可以去尝试001 但是如果你是白皮的话呢 002这一块 你是绝对绝对要收的 不会让你失望非常好看 那么第二块 我选出来的高光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意外 因为我在爱用品视频里面 应该也没有跟你们提过 这款高光 就是来自Sila的这一款高光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它是那种软糯的质地 你可以看 按出一个坑的这种 摸上去的这个质感啊 就跟奶油是一模一样的 就非常非常的丝滑 看见吗 在这里 那个光泽度 我个人不觉得 这是一块非常高调的高光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很normal的 一个高光的亮度 这一款高光 相对于刚刚Dior来说 它没有那么饱和 Dior这个比较偏粉 它呢就比较偏那种肤色 带有一点点香槟粉的颜色 这一款高光 上脸我跟你说 跟皮肤的融合度 好到没法说 因为它不是粉质的高光嘛 因为有些粉质高光 如果说它的那个粉颗粒 比较粗大的话呢 你上脸是很有存在感的 但是这个就是不是 完全它跟你的皮肤 就融合的非常好 我今天脸上的这个高光 用的也是Sila的这一块 对 怎么用它呢 我其实一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呢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它 因为我个人本身不是很喜欢 这种膏状的东西啊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其实用那种小小的尖头的那种高光刷 你就这么刷啊刷啊刷 然后其实上脸就非常容易啊 你不一定要用beauty blender 其实beauty blender 可能会有一点点拍不开 用刷子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它的持久度也非常好 我每一次擦这一块高光出去 人家都会说 哇 你的皮肤看上去真的好水灵 就是很水嫩的那种感觉 你懂吗 啊对 by the way 我刚刚忘说了 这个色号我买的是kitten 今天说的所有产品呢 我都会把具体的资讯 放在信息栏里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点击去查看一下 2017年 我使用频率最多的两款 修容产品 一个是来自 Kevin Acquan的这一款 这一款就不用说了 我已经铁皮它了 对吧 上一支铁皮计划里 也给你们看过 对 这么大一个铁皮了 这个就是很容易铁皮 因为它粉压的比较松 所以呢 你经常就刷啊刷啊刷 它就铁皮了 那这一款真的是 非常适合亚洲人的 一个修容色啊 这个我买的是light 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颜色 大概是这种 有一点点发灰掉 又有一点点黄掉的 这种修容色 非常的自然 就是有自然阴影的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其实 我不想多花了 因为今年基本上 每一个博主 最爱的修容 基本上都是这一块啊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今年还有一块 入榜的 就是来自 TUFACE的 这个 Cocona Contour 这一款我不知道 在爱用品里面 有没有跟你们提到过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打开是这样子的 有一面非常大的镜子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小刷子 这个小刷子 我跟你们讲 很实用 像Benefit的那种 配的小刷子 我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它是拿来干嘛的 但是这一块 你看它是个鞋面的 正好可以拿来打修容 非常的刚好 我今年使用频率 最多的颜色呢 就是这一块 就它也是 有一点点发土 有一点点发 灰的颜色 我想想跟你们 做一个对比 你们可以看见吗 这一块是 TUFACE的 然后这一块呢 是Kevin Alcorn的 它们的颜色 相对来说 比较类似 好像TUFACE的这一块 更偏 灰掉一点点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也是 非常非常适合 拿来修容的 就是给亚洲人修容的 但是我好像并没有看过 很多人推这个盘子 那么剩下呢 它有一个 自己的打亮 还有自己的 bronzer的颜色 还有highlight的颜色 那这些呢 就是你随便搭配 随便用 出去旅行的时候 你只要戴上它 不用戴高光 也不用戴什么定妆 蜜粉什么的 这一盘就搞定了 而它的粉质 非常的细腻 然后呢 这个味道 真的是一股巧克力的味道 超级超级好闻的 所以这一盘呢 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最后的部分呢 当然是2017年 最爱用的口红 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2017年 一直对这个 爱茉莉的唇 又是念念不忘啊 嗯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其实不太想再提它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用 然后每一个颜色 都非常的饱和 你看 这颜色真的很饱和 然后也很持久 价格也很便宜 像一般来说 我出门的话呢 比较喜欢戴这种 便宜的口红 因为你掉了滚了 你不心疼 你知道吧 如果你戴那种贵价的话 万一找不到了什么 你真的会挺心疼的 所以呢 我非常推荐学生导 或者是你 对口红没有什么品牌追求的话 爱茉莉的这一款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还有两款口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来自今天嘴巴上的这个颜色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看 今天这个口红呢 我是有两个口红搭配出来的 因为我今年比较喜欢那种 稍微偏橘一点点 但是呢 又不是那种荧光橘调的口红 所以呢 我经常就是把两个口红的颜色 搭配在一起来用 今天嘴巴上的这一颜色呢 就是来自这两支 首先是Chanel的这一支 这一支我不知道是去年初的 还是今年初的 把字幕打在下方 先擦了一层Chanel的这一个唇釉 之后呢 我就叠了一个 OFRA的这一个 比较偏脏橘色的口红啊 这个颜色 大家其实应该也知道 叫Miami Favour 这个口红的颜色是Casseline Lies推荐的 就是把它炒得非常非常火 然后呢 我就自己也去买了一支 那这个颜色单涂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啊 是比较酷的 它跟T&D的那一款 Lolita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这一款呢 要比Lolita更难驾驭一点 因为它的那个脏橘调更明显一点 对 除非你那天经常要打造一个非常酷的妆容 不然的话 其实使用频率比较少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 一个是梅子色 一个是这个脏橘色 啊 我还没给你们看这一款 什么样的颜色 它是比较偏这种水红色的 并不是很梅子的颜色 对 单独擦也很好看 然后持久度也很好 这两支口红呢 两个无论是持久度啊 还是那个饱和度啊 还是上嘴的舒适度 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我今年呢 也经常把这两支口红搭配在一起使用 嗯 应该都跟大家分享完了吧 对 那以上呢 就是我2017年最爱用的这些彩妆品们 仅供大家参考啊 其实我个人的肤制呢 大家应该也知道是那个混合皮嘛 秋冬天的话呢 是中性一点 那么夏天的话 出油稍微会多一点 那么这些产品呢 我提到的这些东西呢 可能就适合跟我肤制类似的你们 感谢你们2017年一整年的陪伴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啊 嗯 很多人都在给我的微博留言啊 然后Instagram还有那个视频下方留言 其实我基本上 你们所有的留言我都会回复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花时间给我留言 我也需要花时间来回复你们 这才是有一个互动啊 希望2018年呢 你们依然在我的身边 然后多多关注我 多多支持我 然后也希望我2018年更勤劳一些 多给你们上传一点视频 啊 对了 我又在征集那个Q&A的问题啊 你们可以去看我的微博或者Instagram 对 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来问我 我会诚实的回答你们的 好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